我是真没有想到 一个游戏的改版 居然被改成了一个新游戏 这个玩意儿 你说它是植物大弹僵尸 还是变态测试版 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新游戏了好吗 我怀疑兄弟们又想骗我 发给我这么一个版本 今天就和兄弟们一起来看看 这款脱胎子植物大弹僵尸的新游戏 有多离谱 虽然植物的界面 大体上还是延续了原版的样式 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 但是僵尸都随着这款游戏的风格 变成了KO版的小僵尸 相应的植物当然也有了变化 前两排我大概还能认出来 都是些什么植物 但是从第三排开始 这个游戏就开始放飞自我了 我看了看几个植物的介绍 它甚至在植物大弹僵尸里 都找不到原形 兄弟们 这我说它是个新游戏不过分了吧 好了 接下来就带兄弟们来试试这些新植物 都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豌豆教父还挺帅 提升自身周围 三乘以三范围内 豌豆射手的攻击力和生命值 这个我知道嘛 黑帮头子嘛 确实比较能带动小弟们的情绪啊 那就带上它 看看教父有多当打 然后大盾绝 依靠盾牌阻挡僵尸的前进 这个是盾战士啊 跟坚果差不多 也带一个 再带一些火力比较猛的新植物 竹笋炮物理伤害 山竹花散弹枪 小蛙音波元素伤害 看起来很有意思啊 OK可以开始了 该说不说 这些新植物看起来很可爱 尤其是这个跳起来打僵尸的小蛙 简直跟小奶蛙一样 伤害也是非常的口观 山竹花和简介说的一样 是个散弹枪 离得越近 伤害越高 不过伤害最高的还是这个山竹炮啊 看这个造型 这不就是二鹰者的意大利炮吗 一看就知道是个重火力选手啊 第一关 咱们靠置几个新植物 免向通关了 兄弟们是不是以为 这个游戏就是单纯的加了几个植物 换了个画风 改的也就这样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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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里 这个玩意儿 你们觉得只是加了个植物吗 胡萝卜角龙 可以切换攻击和防御两种形态 同一列的其他萝卜角龙 可以为自身提供物理抗性 角龙 群居恐龙 越多越牛 这个没毛病 金鸡剑龙 可以攻击前后两面的僵尸 蛇草 可被打死了 可以往后溜一个 褪皮嘛 很合理 接着是黑洞瓜 吸收破坏单格范围内的所有僵尸 兄弟们看到没 黑洞都出来了 我看看还有啥 野虎草 周围雌性植物数量大于雄雄数量时 攻击会大幅度提高 这是什么设定 难不成这个野虎草 还是个母老虎 还有一个迅猛螺幼苗 周围的幼苗越多 伤害越高 我知道了 这个玩意应该叫迅猛龙幼崽啊 哎呀 还有个成年的迅猛螺猎手 场上的每个幼崽都提升它的攻击力 而且幼崽越多 它出场需要的阳光越少 就连食肉恐龙都有保护幼崽的天性啊 你爷爷呀 OK 这期比赛就叫侏罗纪专场吧 对战的僵尸是 哎 僵尸队伍怎么还有个小机器人 现在僵尸都这么牛了吗 都能自己造小机器人了 那好吧 看来这把是远古恐龙和现代科技的碰撞了 在机器人没出来之前啊 我的恐龙植物们占绝对上风 但是对面拍出了机器人之后 问题就来了 我的植物基本都是近战植物 看 我的迅猛螺猎手 吃僵尸就是一口一个啊 伤害简直不要太凶残 但是这个机器人 刚好就在我的恐龙攻击范围之外射击 哎 我威名想撤侏罗纪的迅猛龙竟然除了挨打 一点办法都没有 实在是可悲啊 果然还是新时代的科技更胜一筹啊 这局也是宣告凉凉 最后被一只一看就是个呆瓜的小号降师 跑进了我的房子 太难了 我打了半天愣是没有成功 不愧是变态版啊 我服了 如果兄弟们还想看这个版本的话 一定要长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